阿拉丁和神灯 十一 独自在黑暗中 伯父 回来 阿拉丁大叫 不要留下我 阿拉丁一次又一次大声地求救 玛格丽波当然没有回答 他早就离开了 我被困住了 阿拉丁说 他独自一个人感到非常害怕 这里又黑又冷 但是这时阿拉丁心中燃起了一点点希望 我要回到花园里 他心想 我要坐在树下的草地上 也许那样我就可以想出逃生的办法了 阿拉丁走下楼梯来到黄金房间里 但是他已经跟刚才不同了 现在房间里只是充满了阴影 他跑向花园的门 站在他面前 我的名字是阿拉丁 我命令你开门 他大声说 但是 哪个门没有动 阿拉丁又说了一遍 可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咒语 没有用了 阿拉丁说 他穿过黄金房间 爬上楼梯 坐下了 我做了伯父让我做的事情 我找到了灯 把它拿了回来 阿拉丁摇了摇头 我应该把灯给伯父的 他叹气说 他为什么不帮我爬上最后一个台阶呢 阿拉丁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苹果 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换一个真正的苹果 我好饿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只是不断思考着 阿格里布根本不是我的伯父 阿拉丁最终得出了结论 他是个骗子 一个邪恶的魔法师 他就把我留在这里等死 一滴眼泪从男孩的脸颊流了下来 他举起手来擦眼泪的时候 看到了手指上的戒指 他悲伤地笑了 哼 我的伯父 玛格里布 把他的戒指戴在我的手上 他说他会保护我 远离危险和恐惧 但是我现在就很危险 所以那也是一个谎话 这个戒指没有用 阿拉丁很生气 决定把戒指扔了 但是戒指紧紧地套在他的手指上 他开始边拔边旋转戒指 戒指没拿下来 一团烟雾却出现了 几秒钟之后 烟雾消失了 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小人 站在了他的面前 他穿着宽松的裤子 戴着帽子 帽子边缘有很多铃铛 他的皮肤是棕色的 戒指的精灵出现了 那个人吱吱地说 帽子上的铃铛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戴着戒指的人就是我的主人 我会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 我是你的奴隶 阿拉丁没有见过精灵 他本来以为精灵应该很高 还有大块的肌肉 这个精灵比阿拉丁小 还很瘦 阿拉丁跳了起来 开心又惊讶地笑着 我可以要求任何事情吗 那么让我从这里出去吧 你有什么愿望就命令我吧 精灵说 突然光变得很明亮 阿拉丁不得不闭上眼睛 他慢慢地睁开一只眼睛 然后他睁开了另一只 他往右边看了看 然后往左边看了看 他睁大眼睛 抬头看着明亮的蓝天 我自由了 阿拉丁大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